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人观众可能就蹲不下去了 蹲完之后呢再慢慢慢慢慢慢的起身 起身起身起身 就是这样一个很简单的动作 张老师做起来 很简单的动作 我下蹲的时候还挺轻松 起来的时候有点吃力 连续蹲得下来吗 我蹲得下去 但是我蹲和起的时候膝盖都疼 膝盖有点疼 那我们问一下 刚才我注意到您没有完全做到位 蹲不下去 您平时这个关节怎么样 主要是这个腿 右腿好些 左腿 左腿有什么问题呢 骨膜好像都磨损了 瘦损了 所以做这个动作是有难度的 就做不了了 对 那我们再问问这位观众啊 我刚才看您做的那个程度 真的是都没蹲下去 您平时的这个关节怎么样啊 也是膝盖疼 有一些疼痛 对 多长时间了 有那么两三年了吧 那先谢谢我们几位观众 您先落座 待会我们再请到专家来给您介绍 您看啊 刚才呢 我问了两位观众 虽然膝盖啊 都多多少少有一点问题 但是平常呢 没有特别的做锻炼 那咱们得来问问大家了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问题 那这个骨关节炎的患者啊 也就是经常会这个地方 躺 该不该做锻炼呢 能不能锻炼呢 是能锻炼 还是根本就不能锻炼呢 现场100位观众请表达意见 那你平时锻炼过 我平时不锻炼 我要锻炼能这样吗 看我医生 然后就是因为是因为胖的问题 对膝盖的磨损大 所以就比人家那个 什么那个那套系统吧 就容易老化的早一点 所以我更不能锻炼了 越锻炼它废的越快 对不对 我接触的年龄跟我差不多 说这个人呢 都到了这个60多岁 快70了 说这样的话 身体的这个机能各个方面的 已经运行了那么长时间了 到了这个年龄呢 应该省着用了 那我们来看看大家的意见如何 咱们大多数的观众觉得是能锻炼的 但是能和行之间好像还有一定的距离 那到底对于膝关节已经疼的这些朋友们该不该锻炼呢 我们先请出今天的专家 让他来告诉您 掌声欢迎来自于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的黄光明教授 欢迎您 你好黄老师 欢迎你 来请坐 黄老师您看刚才咱们提到了 真要是关节疼 很多人是怕那个疼不敢锻炼 再有一些人呢认为是这个关节既然都出问题了 那就得省着用 所以不能锻炼 那在您这个看来 到底我们讨的时候该不该锻炼呢 首先这个问题啊 还出的比较大 比如骨关节炎的患者 这个骨关节炎 特别是膝盖的骨关炎 它毕竟是非常复杂的 关节里面它本身啊 会狭窄变性 让它的活动度会受到明显的影响 它本来正常的这个膝盖里面呢 它是有两块软骨的 两块半月板 所以它正常的活动呢 它活动过程里面 它可以起到一个防震减压的作用 增加它的灵活性 里面还有些关节液 当然骨关节炎的病人很多呢 就是这个骨头之间 它会有一些骨质的退行性病变 骨质增生了 所以它这个腔械呢 就会逐渐逐渐的就变窄变性 所以它活动度会明显受到影响 所以有一些很严重的人 当时不能锻炼 但大多数人 还是应该要一定的锻炼 就是保持它的关节的灵活度 要不然你越是不动它 它的关节就越僵直了 就更加不能动了 您认为 如果不是特别特别严重的情况下 还是能够锻炼的 应该锻炼的 应该锻炼的 我们大部分的观众是说对了 但是到底该做什么样的运动 应该说非常关键 刚才张老师提到说 格外不能像什么跑步啊 爬楼梯啊 像登山啊 这样的运动都不敢做 那能做什么样的运动呢 虽然是能够锻炼 但是有这个膝盖的骨关节炎的病人 他的锻炼的这种概念呢 和其他的那种健身锻炼 还是有点不同 我们强调是一种康复训练 就是有助于 他这个膝盖的这种灵活度的 这种保持 大家看这个 这个膝盖 它实际上周围不是有些肌肉吗 所以要是我们不锻炼以后呢 它这外周的这肌肉 都慢慢慢慢就越来越萎缩了 所以它整个膝盖里面的血循环 就越来越差 它这肌肉萎缩以后 它膝盖的稳定性就差 你本来就不能动 但稳定性差 那么你稍稍一动 它还可以有些新的一些损伤 所以我们这个膝盖的康复 主要是增加它周围的肌肉的力量 来增加它的 改善它的微循环 增加它的那种稳定性 这都是有好处的 所以我想呢 我们今天可能最主要的 介绍一些方法是 和它的膝盖的这种 康复训练有关的一些方法 很多观众都特别愿意 跟你一块来学习一下 咱们做哪些运动 就能够缓解我们身上的这些小毛病 那我们还是把黄老师邀请到台前来 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 同时咱们再邀请一位 哪位院医生来 别去 别去你刚才提到 膝关节不是不舒服吗 对 我们再邀请一位观众 刚才84号观众也提到 自己膝关节也不舒服 一并到台前来 好 有没有一个大的原则呀 咱们应该怎么样来做这个 膝关节不舒服时候 该做的运动 第一个就是 所有的活动 你要选择是 就看地下 它有没有磨损你的膝盖 所以磨损关节的活动 你都要说不 就是不要去 轻易的去参加 不能磨损 静力 就是我们要说静力练习来辅助 静力练习就是膝盖 这种关节的活动都尽量少一些 肌肉又能够使上劲的动作 我们叫静力的练习 就肌肉的静态的收缩来辅助 好 这样的话呢 就是直腿负重助康复 就是我们要选一些直腿 又能够负重的一些动作 来使肌肉得到很好的锻炼 最后呢 就选这个 大家都适合的就是 站桩绝对要记住 站桩的动作对膝盖的康复 而且对膝盖的一些 预防它的损伤 改善它整个膝盖周围肌肉的力量的 这么一个动作 都是非常适合的 这个是黄老师总结的一个口诀 是非常有帮助的 便于大家来记忆 那咱们就先把一些道具拿上来 方便黄老师来演示 好 现在咱们已经把该有的东西准备好了 需要一把椅子 还需要什么呢 黄老师 就是需要一个负重的一个沙袋 这个沙子的重量呢 根据你自己的 这个能够承受的那个重量去选择 所以我们一般这个沙袋的这种 静力的练习啊 叫负重练习呢 它是从半公斤开始 一公斤一公斤半两公斤 一直慢慢的 有很多 随着你这个运动以后呢 就选择重量不同的沙袋 那么我们为了很好的锻炼 古石头肌呢 那么把沙袋呢 绑到我的踝关节上面 这样的话呢 我要求这个腿呀 一定要保持伸直的状态 这样它膝盖就没有活动了 就不会磨损到里面 膝盖里面的那些骨关节面 或者软骨 这样的话就保持 膝关节也要完全伸直 完全伸直 打直了 打直了伸起来 伸起来以后呢 弹起来一下 可以稍微静止 一秒钟再放下去 对 弹起来 静止一秒 再静止再放下去 这个地方呢 就会感觉很酸 很胀 逐渐锻炼的时候 就是这个次数 可以逐渐的增加 静止的时间 也可以重量的延长 这样就起到 很好的锻炼古石的作用 那个是锻炼大腿的力量 对于膝关节 有什么样的好处 因为膝盖的血液循环 它主要靠大腿的肌肉 来循环来提供它的 这个是比较多的 一个学供应的一个方式 另外一个呢 它这个大腿肌肉 是它膝盖稳定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优素 大腿肌肉好了以后 它膝盖就很稳定 所以要练习肌肉的力量 那您看一眼 我们这位观众做得对吗 再来一遍 这个它有一个就是不要用 它是用这个膝盖来提 这样就膝盖的这个 就有磨损了 磨膝盖 要直腿 直腿腹肉 这样直上 这样抬得起来吗 哇 这表情好像有点 很痛苦 什么感觉呀 整个疯得沉 好疼 它师傅应对它来说太重了 那怎么办呢 要没有小沙的呢 可以把这个往上挪 往上挪 你放个小腿上 黄老师您这个 借给连续感受一下 好不好 就抬起来 清洗一下 再放下去 但是这个小面不错 比刚才好 腿的清多了 把腿的中心就 往身上放下 但是现在我注意到 这位观众的膝盖直了 比刚才做的鬼板多了 那我们做一个完整的动作 黄老师 做完整的动作 好电视机 显得你也可以跟我们一块来做 一拜 开始 一 停止一下 好 放下去 膝盖一定不要弯 二 二 好 下去 三 好吃 绷直了 四 四 加油 联系 下去 五 加油 联系 联系这边快坚持不住了 六 六 我们那些观众也好吃 七 加油 加油 我们这些观众 八 再坚持两下 加油 十个一组 九 十个一组 再来一个 十 好 好 有点累 有点累 有出汗了吗 不是 那个腿什么感觉 走完一组 又酸又痛 哎呦我天哪 这个是达到运动的效果了吗 对 要有酸有疼 甚至你还有点发抖 就说不定你肌肉的劲儿又上了 要是家里面没有杀的呢 就说尽力练习 就是这样就不动了 这个地方一定要离开椅背 就是要坚持 坚持能够尽量坚持越长越好 坚持不行 要放下来 怎么样感觉 做完 轻松一些 轻松一些了 好 好 谢谢我们这位观众 先请您回到座位上 刚才咱们教给大家的是 尽量不磨损关节的一个 净力负重运动 真的是有点吃力 我不负重 我这块都特别酸 还有一条叫 站桩绝对要记住 这个站桩怎么来做呢 咱们先把张老师邀请出来 那这样咱们现场呢 让连续和张老师 一人找一个伙伴好吗 临时组建一个搭档 来两个 老板先来 那就男性和男性女性和女性 我配合您 咱们俩给他们演示一下 然后两位先 大家也看一下 身体一定要直 就不能往前弯腰 弯腰的话 实际上站桩以后 容易得腰肌老鼠 站直了以后 就开始把重心往下移了 往下移 我们要求呢 能够移到 差不多是135度 这个角度 手放在哪呢 手随便你 抱着也行 放在也行 但不要撑着这个大腿 也行 黄老师我快坚持不住了 你快点说 你要靠着我 你别靠上 要靠上 对 要靠上 两个互相靠上以后 就一点出不了懒了 坚持不住了 黄老师你说完了吗 而且在靠单状过程 你还稍稍要注意自己 调整好呼吸 好累呀 天哪 这样一定要调整好呼吸 好有难度 调整好呼吸 这样的话就能够 股视动机就会明显 感觉到的酸和疼 我看您的那些膝盖 好 黄老师让他们演示 你只知道了吗 咱们已经演示完了 两位临时的小组合 也就组合好了 别靠位 我看您的动作 各种规范 早前出前 咱们给他们加油 他们哪一组 先吃个时间长 加油加油 往下靠 往下走 互相靠住 靠住 靠住 别动 靠住 不要靠住 好 一般开始了 现在已经开始了 咱们给他们加油 杀鸟 杀鸟 现在已经继续开始了 看着来 珍惜一分钟 珍惜一分钟 你看也在做 电视机前的年轮 可以 珍惜一分钟 手都抱住 一块 抱着也行 太厉害了 一分钟开始 一分钟才能接不接下来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连续蹲的到位吗 现在是十秒 蹲的到位吗 十秒 两个人要靠在一起 是吗 完全靠在一起 完全靠住 靠住 靠住 什么 全火 不再做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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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经放弃了 开三十秒 那张老师和珍珠好厉害 太厉害了 我们要掌声 都独立一下 太厉害了 现在已经 一分十五秒了 很厉害了 很厉害了 好 谢谢 很辛苦 我得先问问 连续你怎么坐了 三十秒就坚持不了了 不是 你刚开始那个 还觉得没事 大概到十五秒左右 就这俩从那 就开始 哎呦 就蹲不住了 蹲不 浑身的就蹲不 这腿酸胀 就一点劲都没有了 张老师 你怎么这么厉害啊 站了这么长时间 我是前半分钟 基本上没什么感觉 就这样子很舒服的 后半分钟呢 就觉得有点酸胀的感觉了 但是还能坚持 而且不觉得累 哇 太厉害了 咱们要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张老师 好 您配合的这一位 也是非常棒的 对对 非常非常厉害 配合比较默契 那你看 刚才黄老师提供的是 家庭当中 可以和孩子呀 或者是夫妻两个人 背对背这样来站 那一般来说 每天要站多长时间 才能够达到锻炼的目的呢 一般来讲啊 它就是最少的钱是一分钟 因为它一分钟以后呢 它这种静力的这种收缩啊 它肌肉的那种锻炼效果 才会慢慢的积累了 也算在这一类就不占了 它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它因为通过这个锻炼以后 它肌肉的红断面会加困 真宽的嘛 它觉得肌肉就强壮起来 逐渐最好能够过渡到呢 每次站庄啊 每一次要做三分钟 而且做两次 反复做两次三次 或者最好是四次 这个效果是最好的 所以是一天之内做四次 你就是一口气 做一次休息一下 刚才我说的 放松放松拍打拍打 或者提提这个 拉拉腿放松了 休息一两分钟 接着再做一次 如果说没人的话 靠着墙 对 是不是也可以 可以吗 站庄是两种方法 一种就是自然的站庄 就站在这个地方以后啊 就像你们在店里面 看一些练武术的人 这两个就是马步站庄室 站下以后 自然的挺胸说服 就这么站 这个手也可以这样 也可以随意都可以的 这个是自然的 但自然的站庄 有个什么缺点呢 就是人的自控能力 不行的时候啊 他一累了以后 他重心就老在挪动了 站不稳了 多了 不是站不稳 他挪动以后啊 效果就差了 这边就开始休息了 这边就开始休息了 他重心老在交替 还有一个呢 自然的慢慢慢慢就弯腰了 这样就容易产生腰气老鼠 有没有锻炼好古石头肌 力量没有通过 这自然站庄来 要站得好 其实什么都不用靠 就可以了 所以为了避免 自然站庄的时候 出现的偷懒啊 或者效果减弱 我们一般主张 就是要靠墙站 靠墙站是 你看起来好像靠了 有个依托 实际上比自然站庄更累 他一点都脱不了懒 所以你靠到墙了 随便找一个地方靠到墙 我们可以站在这边 一靠了以后 这个动作就改变不了了 没事吧 整个重量全在腿上 你想脱懒就脱懒不了 感觉要脱倒了 所以这个靠墙站庄就是 是比这个自然站庄更累的 所以我们平时没有两个人 做伴的时候 其实就采取靠墙站庄的方法 原来我们这些运动员 所有膝盖水上的康复器 都要站庄的 甚至开队会的时候 将有膝盖三个人 就全部起来 就靠墙站庄来开会 在生活中非常好 这没得偷懒 没得偷懒 谢谢黄老师 谢谢您 看您一会儿真累 谢谢我们两位观众 我都站不稳了 刚才做完这个运动之后 真的感觉整个的 这条腿部肌肉太酸了 没这么多练的话 它真的是挺难站得住的 我觉得您太厉害了 我是小腿没事大腿不舒服 这个就是锻炼大腿 这个地方的力量 这就是锻炼大腿肌肉力量 而且它可以融入到生活里面 我说你们可能都不相信 我现在坐公交车的时候 要上班车或者地铁 我就找那个拐弯的那个地方 我都靠到墙 我是练站庄的 您这随处都是在会 我站在那里可以站很长时间 因为在运动队里面 给运动员经常一块练 也养出一个习惯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 既利用了这个时间 又锻炼了身体 挺好的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就可以把它融入到生活里面 去来练习站庄 对啊 所以您看运动多重要 我像您经常运动的 这身体和精气神都这么好 像我们连续这种主意 不是经常运动的 站一会儿就受不了了 一分钟都站不到 所以可能平时 还要多多的运动 那在运动的时候 咱们为了避免受伤 经常一定要做一个热身运动 那这个热身运动 应该做多久呢 咱们再看看下一个问题 那运动前啊 大约热身多久是最合适的 做两分钟 五分钟还是十分钟呢 现场100位观众请表达一件 因人而异 你看咱们叫顾名字 叫热身嘛 只要你身得热了 微微出汗了就目的到了 你像我这样呢 用不了两分钟 一分钟我就热了 你看有那个瘦的运动型的人 他就是可能就得热身多热 时间长点 可能十分钟甚至十五分钟 二十分钟 他才能觉得身体机能都热起来了 那意思得让身体热出来 那才达到效果了 热身嘛 对 好那咱们来看看大家的选择啊 这个大家觉得运动 十分钟和五分钟呢 是所谓合适的 那到底这个热身运动啊 应该做多久 怎么样来做呢 等一下广告 让专家来告诉你 无限期提示您 健康之路精彩继续 关节炎症 疼痛难忍 那这种情况 到底能不能锻炼呢 拍拍打打来锻炼 动静结合 机事宜 精彩内容 不懂错过 好欢迎大家回来 有的时候咱们运动的时候 一不小心就会崴到脚 或者是伤到哪 很有可能啊 您之前没有活动开 没做热身运动 那这个时候我们告诉您 是有必要做热身运动 而且要坚持 你尊重 这个时间才是最合适的 这个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热身运动呢 对热身运动在正规运动之前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我们大多数人都把它忽略了 它主要的作用一个在于避免受伤 因为你运动的过程里面的隔额关节啊 还有它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软主制机件 就得到一个预热的这么一种状态 它预热不是说它要发热 所以它预先有个活动的过程 但是这个准备活动的过程里面 肯定它只要有活动 它肯定就有热量的消耗嘛 所以就把它比较形象的说是热身 实际上不一定要说身体要热起 就让各个活动都活动开一点 你运动才不容易受伤 那要做五分钟啊 那我们一般就这样明两下 直接就上去了 就开跑了 这个时间呢 首先两分钟是太短 两分钟里都没有活动开 关节骨节都没活动开 你就去活动容易受伤的 而且容易疲劳 那在这五分钟之内啊 咱们应该怎么样来做这个热身运动 才能够让我们全身的各个关节和肌肉 都能够活动到呢 我们让何佳博士来交给您 好有请何博士 好的小姬 那么运动之前的热身啊 非常重要 但是我看可能很多观众朋友都把它忽视掉了 所以呢 今天我就要带着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 还有电视之前的观众朋友 一起来学习一下 如何热身 以及如何做运动之后的恢复 那么我们也请我们的嘉宾连旭 我们一起来示范 连旭你好 你好 哇你好你好 哇已经开始动上了 对 那这个热身的这个特点呢 是这样的 我们要把全身 所有的关节所有的肌肉调动的越多越好 第一个我们来做一个锻炼手腕和这个脚踝一边绕手腕 然后脚踝一边转圈 一二三四 二二三四 好 换左边 三二三四 四二三四 那这是第一个关节 接下来呢我们锻炼一下膝盖 膝盖的非常简单 我们做一个弓箭步就可以了 前腿九十度 后面这条腿的后跟不要离开地面 保持 拉住 一二三四 二二三四 换另一位一只脚 三二三四 四二三四 接下来呢下一个动作我们要做这个整个的肩膀和这个肘部的锻炼 所以呢我们先把肘部抬平 然后呢大家注意啊 一二三四 二二三四 三二三四 四二三四 那其实呢这个动作做完之后 我们可以做一些原地的小步跑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慢跑也是可以的 这个就不用高抬腿了 这个不用 小肩子 对 感觉啊自己的这个脚踝非常的有弹性啊 不是这跑多少时间啊 大概的总共的时间啊 五分钟其实就可以了 那通过这个热身之后呢 大家应该有这种感觉啊 就是心跳呢 微微的有一点点上来了 然后呢浑身的关节都运动到了 但是呢运动的幅度并不是很大 那么这个就是运动之前的热身 那么另外啊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 运动完毕之后的放松也是很重要的 那么这一点呢可能大家也忽略了 因为运动之后的放松啊 它可以减轻我们的疲劳感 也防止肌肉的关节的损伤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学习放松 放松非常的简单 最简单的办法 我们四肢浑身上下 抖就可以了 这样 那大家注意啊 比如说在我们跑步啊 锻炼之后啊 对非常好 怎么样抖都可以完全放松啊 那在这个抖动的过程当中啊 大家还可以把这些肌肉啊 都可以拍打一下啊 前后 前后 在拍打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要感觉啊 这个膝盖呢不要挺得太直 轻轻地放松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放松整个全身的肌肉 有利于我们快速地减轻疲劳 那么做完这些动作 轻度地放松之后呢 应该感觉会非常非常的轻松 谢谢连续给我们的参与 那我希望呢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 都能够运动起来 喜欢上运动 对自己的身体 会非常的有好处的 那谢谢连续 好了 下期 好 谢谢佛博士啊 来连续别回顿了 别回顿了 您的热身运动都做完了 刚好接下来就适合做运动了 来张老师也请您到台前来 这个动作特别的简单哈 就是先把双脚插开一点点 插开一点之后呢 然后尽量把你的手往地上 往地的这个方向 就我这动作 我这能够到这了 张老师 太疼了 太疼了 连续能够到哪 我插锅了 我就整搭了这正合适 现在就能到膝盖这个位置 张老师好像比你再能够低一点 有这个突然间能这样 好 谢谢两位 好 我估计可能第二季前 很多观众朋友也做不到位这个动作 这个能够说明我们现在身体处在什么状态呢 黄老师 这个动作实际上呢 是在临床上有时候是 最先来进行一个预判 你的有没有腰部的一些疾病 特别是腰椎 有些骨关节炎的时候 这个动作它肯定是弯不下去的 但是它也不是绝对的 它只是一个测试 一个小小的测试 也不用太紧张哈 那其实现在无论是做办公室 还是在家干价务活多 咱都有那个腰酸被疼的感觉 有什么活动的方式能够帮助我们缓解这种疼痛呢 还是请您到台前来 好吧 我们特别愿意跟您学习动作 因为我们的腰疼 特别腰肌老损啊 这些 后面有几个 经常取得穴位 你腰疼 哪有痛点 你又把我们的这个 两个拳头的这个骨颈 就是这个执掌关节 顶在那个疼的地方 要没有疼的地方 就顶在那个背上 那些穴位按照比较酸疼的地方 用自身的这么一个转腰的力量来按摩它 你看 是 就是这样 呦 就这么按摩 就边转腰 你就借力边按摩 连续这个舒服 你可以试一试 这个是一个方向 又说 一 二 三 四 然后反过来 五 六 七 八 这个转的这个幅度也是从小 开始逐渐大 速度也可以从慢到快 就给你自己的 这样的话呢 就我们在转腰的过程里面 这些痛点 脸和腰部这些穴位 都得到了很好的症 按摩以后 它就会觉得比较舒服 好 这是第一个动作 嗯 您看这连续做的标准了 连续您给黄老师演示一下 要不过这个 这个地方 您这得往中间放 你这都放到那个腰旁边上去吧 这样行吗 其实你看 太扭得够大了吗 它主要是手在动 实际上手是不要太用力的 所以腰的力量 你看手放到这以后 用腰的力量 这手指上下这么动一下 用腰的力量 互相拧着这个力量来按摩 不是用手在来很使劲 而是腰转动的这个力量来 用腰转的力量来找手 转的力量找手 这样就不要省力了 好 这是第一个扭腰的动作 我们第一个动作是要拍打这个腿部了 拍打不是这样敲的 要拍打 拍打也可以用拳来拍 也可以用掌来拍 因为我们腰部的穴位 加上我们经常 腰腿疼的一个经常取的穴位 叫环跳穴 就在我们这个 臀大肌的这个挖线里面 就你们说的屁股蛋 这地方臀大肌的挖线 这地方叫环跳穴 这个穴位是经常 在自己腰腿疼 经常取的穴位 另外它整个小腿上面 还有大腿的后面 有很多治疗腰腿疼的穴位 比如说大腿的 后面这一节的正中间 这个有个穴位叫阴门穴 这个地方 对 还有膝盖后面这个穴位叫尾中 尾中穴 也是经常腰疼要取的 所以我们还有外侧的话 还有阳银腿 像在这个小腿的这个 小腿骨头这个地方 这个小腿对有个骨头吗 这个骨头这个旁边 阳银腿穴 我们就打后侧和外侧 而且它后侧外侧的 经常寻手的方向呢 是从上而下的 所以我们拍的时候 俩的顺序从上往下拍 腿部的肌肉比较发达 所以最好呢 就是半握这个拳头 用拳头来拍 拳头这个掌拳 吸气以后打的时候 呼也是要出气的 不要憋气 你看 天哪 就挨个顺序 挨个顺序往下打 爆发力 一直往下打 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 一直打到它的外怀 然后上来再打后侧 后面打的时候呢 就换手掌了 打后面 你看后面是从腰部开始打 你看 好使劲啊 这样打的话 就是一定有力度 要有爆发力 我们来打一遍 预备 开始 一 二 三 往下走 五 六 七 再往下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好 换手掌 打后面 从后面这个 从后面这个腰底部 开始往下打 预备 七 一 二 三 四 往下走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七 好 这不光是腿给拍腫了 这手也腫了 你看这个动作 你用了使劲了 黄老师 你有使劲了吗 有这个劲没有 你看这个 这个你别动啊 环境上去啊 要这么打啊 这样 你看这 这力量一下是 哎呦 哈哈哈哈 有点要脚手打 屁股 厉害怕 我错了 我错了 天使得多运动 这样每天做多少时间比较合适呢 你就打个四八拍就行 你别说打完了真挺轻松的 是吗 大家感觉舒服吗 打完之后 真好 好 谢谢 黄老师 做完这个动作之后呢 的确是觉得我们整个的血液都循环起来了 这个时候如果再配合上一些动作呢 就可以更加帮助您缓解腰背疼痛的问题了 看看来做什么呢 下一个问题啊 腰背疼的人适合于哪一种锻炼的方法 是这样的 我都抬不上去 压腿 还是慢跑 还是倒着走 现场一百位观众请表达意见 那个倒着走呢 不知道怎么走 万一再发生什么危险 然后这个 怕摔了 怕摔了 尤其那个中老年朋友年纪比较大了 所以一般选择慢跑 慢跑 那好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选择如何 绝大多数观众选择的都是压腿 你们好厉害啊 选择这么高难度的一个运动 那是不是这种方式更适合腰背疼痛的朋友们呢 等一下广告让专家来告诉您 无限级提示您健康之路精彩继续 看似平常的一日三餐 也潜伏着一些危险 有个鱼刺 那卡住了 意外发生 不要惊慌失措 否则后果严重 急救专家教您用这个手法脱离血 好 欢迎大家回来 刚才我们提到腰要是疼的话呢 您可以这样的舒缓的按摩 扭一扭腰 同时还可以敲敲腿 同时还可以再做一个运动 也能够缓解腰背疼痛 这个动作专家推荐的是 倒着走 先请黄老师您到台前来给我们演示一下 您说这倒着走是怎么倒着走啊 我先做给大家看看 我再说为什么 倒着不是一般的 像我们一样说倒着就是啊 这么倒着 这么倒着是没有什么用的 这也是叫倒着 但这种休闲的随着倒着 不是我所说的倒着 我所说的倒着 应该是公布倒着 公布怎么倒着 我反过来走给大家看看 您往前一点 这样的话距离 公布倒着 我走一个比较规范的动作 给大家看看 倒着规范 好 这 您这是跳舞呢 好漂亮啊 这个动作 还是走一条线的 您说是 这个倒着为什么 它对这个腰背疼痛有好处呢 首先为什么不说压腿呢 腰腿疼就是怕这个动作 你在压腿哪受得了 就更疼了 这个慢跑的话 它对它也没有什么直截的这种影响 所以倒着是 正常人都震了走的 为什么 倒着 倒着就让你所有震走的时候 不用劲的那些肌肉都使上劲了 而震走所有使劲的肌肉都休息了 就有一个平衡 就怕老人家走的时候容易 一不小心 我刚才走都没走稳 怕摔了 所以有个什么办法呢 每个人都可以做 而且在原地倒着 大家都请起立 把公布 公布好了 公布好了 一定挺胸收腹 公好不以后 你们就在原地这样动 好 动 一二三四五六 转过来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再转回来 这怎么就对腰背不好呢 这等于就是我在走的整个过程一样 在原地就两边交换它的方向 就连原地的倒走 对 这样好多了 人家就可以 原地又可以做 这可以 等你这样走 走得比较稳了以后 在原地走得比较稳了以后 你就开始慢慢的 就可以开始了 你看哦 开始的时候 你也别像我 就先倒一步过来 动一下 再过来一步 再动一动 再动一动 再过来一步 再动一动 以后再逐渐过渡到我这种 这种走 哇 把手也要背后啊 背上以后就使这个腰更挺得更厉害了 更挺得更厉害 它效果就更好了 所以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就可以过渡 现在原地做 原地做主要就是一定要腰使上肩 往后 这个方法 这个在哪都能做 往这边再装回来 往后做 这个动作做好了以后 你就开始来练 一步 两步 三步 四步动 那我问你 你俩玩这天天咱走多远啊 从大乡走门都高点 对 差不多了 我一般啊 就根据自己的这个平衡能力啊 我一般每天早上起来锻炼身体啊 只要我不去打网球 我的公园里面就快走结束以后 我再留一百公尺到二百公尺来盗走 一口气 也不远 一两百米 一二百米盗走下来你全是都要湿透 好 谢谢黄老师 这就是这样给我们缓解腰背部 和我们盗走的办法啊 好累啊 真没想到就是这样子做一做 往后公布的动作原来都是这么耗力气的一件事 另外还有呢 你知道好多呀 这个腰背部不舒服的朋友们 医生会建议说 哎 你躺在这个床上 或者是趴在床上 趴在床上 一个是做这个趴的一样飞 再一个是躺着做那个叫五点倒立室 但真的说实话 我自己在家坐都有点难度 有的时候就飞不起来 因为这太难了 可以改成站着座呀 站着座怎么做呀 随便扶着座子扶个椅子 很简单 你就站在那地方手伸直了 就是这样 这样就完了嘛 起水 这样啊 这样这样 这样就可以了 我得动了 这边的话换一边手再换过来 就这样做 一样 而且你能够静止 静止一下最好 能够静止 静止到你腰好像都要抽筋了 你摸一下 哎呀 两句 谢谢 两句 我对没有 而且你要静止一下 你要每次静止一下 你试试看来感觉 静止 静止直接需要弹起来 很疼 很疼 帮我去很爱 就会出来了 这样坚持 这样效果就更好 这样坚持一下 那就是两边能够 这样交细着坐呗 对